今天P-8A居然來到台灣海峽 是由北到南 你说P-8A来到这个地方 威嚇的味道很重 对 没错 为什么美国海军的P-8A的 这个海神巡逻 它为什么要从北到南 直接从台湾海峽上划过去 你知道它所飞行的路线在哪里吗 它是来重划海峽中线的 所以它沿着这个 从北到南的台湾海峽的这个中线 就这样走 对 没错 就一条海峽中线 故意这样过来 所以那么它故意这样过来的原因 它为什么这个船船过来 这个由波音737 所谓改装的这个相关的P-8A 它肩负着空中巡逻 然后包括反潜 水面舰 它都可以经过它这个 严密的电子的这个相关设备 还有它上面有 大概有100多具的 这个海上声纳浮标 所以这些都是P-8A厉害的地方 它甚至还可以挂飞弹 可以挂各式各种各样的 那个飞弹跟炸弹等等 所以P-8A不是你想象中一个 就是一个电站机 不是那么简单 那么中共为了这个P-8A来 对不对 恼羞成怒 所以那么在从昨天开始 38架的这个殲-10 殲-11 殲-16 苏凯-30还有这个等于说 9艘次的这个相关的驱逐舰等等 也过来 甚至越过海峡中线 就是不爽P-8A这样干嘛 但是这个海峡中线越过很妙 以前 以前你要越过海峡中线 你会在那边绕一下 这边绕一下 这边绕一下 没有 现在在这里过海峡中线 对没错 那么P-8A不是第一次 来画这个所谓的海峡中线了 今年4月的时候呢 中共也干了一件事 今年4月的时候呢 中共呢 你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他们每天都来 每天来骚扰嘛 那时候它的大型的无人机 特别在骚扰的过程当中 画了台湾一圈 就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包围你嘛 我可以等于包围你 所以我在台湾的外海 画了一圈用大型的无人机嘛 反正我们不可能把它打下来 它没有入侵我们的 这个领海基线嘛 结果呢 它画了一圈以后 P-8A就来了 你不是会画吗 我也来画 我也从台湾海峡 画了一个海峡中线 它是故意的 他们美国在这个 海峡的部分呢 就是派一艘神盾舰 到这个南海去 故意冲进去 你从岛道交填海 填海的这个照路的相关 冲进你舍海里 不承认那是你的领海嘛 不承认你是你的领土嘛 那它在空中的部分 故意派P-8A来 P-8A 它 你美军 它的武器比你太好了 飞机比你太强了 大家故意用这个P-8A过来 我可以载明没有敌意嘛 你用空中来喊我 也没有用嘛 但是我告诉各位 那么 中共每天一直来 一直来骚乱 最近我看到 美国对整个亚太的心绪里面 它的态势越来越清楚了 它现在军事上 在外交上 在经济上面 已经对中国全面的压制了 全面的包抄了 但在这个时候 它竟然没有说 我放手让台湾 赖清德才不过讲一个说 我未来的总统 进到了白宫就胜利了 它居然透过金融时报 修理赖清德 王姐 美国处理完了 这个欧洲战场的这个事件 我们可以基本上来说了 美国现在已经认为说 俄乌战争大概大局已定 你看 阿基里诺说什么 乌克兰战争中美军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的大国 因为俄罗斯已经下去了 那中国目前为止也不是对手 你武器很多还要靠俄罗斯 所以你有可能跟我们打吗 我们可以一边走路一边搅口箱 你看那个态度多轻松 青菜青菜 豆定米干这样 世界上最强的军队在美国 而且大部分在太平洋地区 所以也就是说它雨风一转 其实现在美国最担心的反而是在太平洋地区 尤其是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 而且你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来说 他现在已经把二开二的潜地 今天干嘛 我已经真的停靠在釜山港了 而且你不是说只有在第一岛链 今天讲得更清楚了 未来的纽澳 竟然是当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的备源基地 也就是说因为美军已经把这个目光焦点 都放在太平洋去 而且针对中国 所以现在美国已经布下了天罗帝王 把中国围得团团转之后 但是呢 他这时候要防止另外一件事情发生 也就是说万一呢 大家认为说中国被压制下去的时候 台湾万一照进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金融时报又有一个报道说 赖清德走进白宫说话 美方的关注嘛 对不对 这意思是什么 我要压制你啊 你台湾不能够走得太前 否则 你会让我认为说 美方是你的强大的后盾的时候 你往前走 这样反而会让你整个两岸关系 走向一个危险的时候 美国虽然准备好 但如果美国被迫要打这样的战 我相信也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为美国之前曾经被陈水扁吓坏了 对 美国之前曾经讲说 小顾熙是台湾的guarding angel 是 这等于说是我的保卫天使 是 可是当陈水扁乱搞变成troublemaker的时候 是 你连飞机要停哪里 对 美国都不让你停 所以美方虽然说他架好了天罗地网 但是他也很怕你过分躁进 好多么讲 美方是怎么样天罗地网的这个状况 保险上 事实上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 这几天最大的消息单身是二害二级的核潜艇 肯塔机来到了釜山 这个毫无疑问是插在中国心脏上面的一把刀 这个地方他只要发射出去的话 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抵达上海 就抵达北京 你根本无力拦阻 所以这个是插在中国的一把心脏 不说保险 现在呢 他为了要因应中国的态势 他把B52H轰炸机部署到哪里 部署到印尼来了 印尼可以快速地抵达到 52到印尼了 到南海或是甚至到中国去轰炸你 另外一个雷根号现在也在巴厘岛这个地方 他从这个南海演练一直往南中 他一直在这个地方绕来绕去 那你更不用讲 现在他们还有一个北方之境的演习来说 F35的这个飞机从阿斯加飞到加首纳 那目的要做什么 当然是万一发生危机的时候 他从阿拉斯加来这边持远的一个状态 那你更不用讲 还有什么捷克森 美军的这个四艘这个滨海战斗团呢 现在都已经来到冰海战斗舰了 来到了印太 那更不用讲他们还有巴厘 他们万一还剧本想得非常清楚 原本最大的这个后勤基地在关岛 但是关岛可能会被你击败啊 可能会被你攻击 我现在后面的巴厘这个地方 我有六个基地可以用 等于是大后方又往后侧 那后方还有一个澳洲 所以你看美国是层层层层层一层又一层的 几乎把你中国所有能够突破了 我都把你勒勒紧紧的 所以这时候呢我可以 为什么美方会敢这样讲 他可以搅口相逃 一边走路一边搅口相逃 他一直看一眼认定 认为说你中国应该 没有办法对我造成威胁 但是反过来他也要担心 台湾走得太近 太快的话可能会对他造成影响 而且我们可以知道 北安他又发射飞弹 北安发射飞弹是因为他非常火大 你居然把二亥二的潜艇 雷鸣潜艇给我放到了釜山岗 你被他放到釜山岗 你的韩国总统都来了 那不是挑衅吗 当然今天最大的消息之一就是 二亥二级的潜水艇真的来到了 而且是肯塔基号来到了釜山 这个地方 那更让全世界媒体关注的是什么 你看这是什么 隐熙岳跟他的老婆 他们登上了肯塔基号 他们去那边参观 然后他们登上的时候 孩子在那边你看 参观参观非常多 那你知道他还是在那边 他就看瞭望镜 看这个瞭望镜 这样这个状况 而且这个你看他跟他夫人 这个等于是让北韩 其实中国是这个不敢说啦 所以说这个根本不是针对北韩来 是针对我而来嘛 这个二亥二的潜艇 这个肯塔基号 有这么可怕吗 没错 这个肯塔基号他可以 约莫语他可以搭载 20枚的这个三叉极 二型的弹道的飞弹 弹道导弹的话 宝杰 三叉极的弹道导弹 它的这个射程范围大概是 一万一万两千公里左右 也就是说 中国所有的目标 都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 对呀 那你更不用讲 你看 长江三角洲跟北京 就在我五六百的射程范围之内 我过去射过去你那边的话 你基本毫无抵抗 而且它最厉害是什么 它射过去的时候 它的精准度 就是我们要测一个圆形的精准度 它那个直径不会超过 误差不会超过90公尺 所以它打到什么地方 就打到什么地方 而且这个稳定度相当高 美国已经经过了 一百多次的射击试验 所以这几天出去的时候 你一定可以命中 最夸张的是它一个 这个所谓导弹的话 它可以搭载约莫是 8到几枚左右的核弹头 甚至那 一枚导弹有8枚核弹头 对 核弹头保险那一枚核弹头 这个W88导弹头的话 可以有47.5万吨的TNT 所以也就是说 一个导弹头 就可以毁灭一个城市 它有4枚导弹头 所以一个导弹是 广导原子弹的31倍 所以你知道它事实上 这个对中国来说 当然压力很大 你看你说真的啦 你核潜艇需要对付到平壤吗 当然不用啊 它当然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这个状况 而且中国目前为止 他们已经经过测试 他们没有任何武器 可以拦住这个飞弹 挡不住三大机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动作 根据韩国日报的这个报道 美军成功使用 所谓提封的这个 这个陆基的这个中程导弹系统 那什么意思呢 它会把它部署到这个地方来 那这个所谓的提封的这个系统 就是说把战斧寻异的这个飞弹 还有射程370公里的标 标准一型 标准六型的防空飞弹 集合在一起 就是我可以攻击你 同时我还有一个反空的力量 还有一个防空的力量 我这个东西呢 我未来也要 布置在很久 所以它布置在 不只是萨德系统 萨德系统的更进阶版的 台风系统也要来了 你看它来了 好你看说你知道 这个肯达金号在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提封系统在这个地方 所以等一下 它这个是针对谁 当然都是针对中国而去嘛 所以那光是在这个朝鲜半岛上面 我就让中国几乎是 完全毫无办法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刚才讲到 现在印太深入的司令讲说 现在最强的部队是美国 而美国最多的部队 放在了太平洋地区 而且还讲说 我们现在随时可以打仗 我的任务就是要打仗 打仗的时候 我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那不是他嘴巴讲讲而已 连米地都讲 现在美国已经可以 全球调动部队 任何地方发生战争 我可以调动全程部队干嘛 我在30天之内 全球的部队可以做一个 田坤大挪移 而且我觉得美军敢这样讲话的话 一定是他们有相当大的准备 这连参谋联系统主席 理议都说得非常清楚嘛 他说我们60%的这个信义部队 处在最高的准备状态 可以在不到30天之内 部署到战争中 美国军队已经准备好了 那准备好对部队是谁 当然很明显嘛 他说我们10%的部队 可以在不到96小时部署 然后美军能在96小时部署的 应该是各类型的战机 还有空降部队 美军第82还有第101空降 是能配合空军下全球投放 全球投放 所以他准备非常清楚 你看他就讲了 我们目前美军的这个兵役 有133万人 那我们现役部队有80万人 还有预备兵役有80万人 那海军35万 空军33万 还有海军录弹罪18万 这些全部都可以 必要的时候全部可以投放 而且他说他们有非常多航空母舰 但是我们直接来看这个 他说他们第一个时间 可以投入2 3分以上的这个战斗机 F-22可以部署109架到122架 F-35可以部署186架到207架 我说我这边指的是 在几十个小时之内 能够部署的数量喔 你说90六小时 B-5车的轰炸机可以部署43到48辆 还有AC-10的这个所谓攻击机 可以部署172到191辆 老姐这个数量我讲出来 我都已经快要喘 这是美国可以同时部署 那我们知道对比中国嘛 中国的这个航空母舰 不是还要塞 烧柴油好几天才能出来 美国航空母舰已经到你家门口 飞机都已经到你家门口 所以你说你有什么能力 能够跟他互相对抗的局面 而且你刚刚讲的空军 对 他说海军随时可以投入 三分之二的兵力 是 在西太平洋 我们刚刚就讲了嘛 美国的航空母舰 雷克套现在就在那边晃来晃去啊 那包括说还有四艘这个 冰海战斗战战战已经来到印太地区嘛 所以他现在是全部的大军 都押在西太平洋这个地方 所以可见嘛 俄乌战场来说 美国根本已经知道这个结果 到底是怎么样的 而且你讲说 如果美国把话讲到这个坎上面 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值得他这样讲 那就是中国 所以刚刚讲的这么多 都是讲给中国听的 而且在公布刚刚讲的 美国航天学校之前 对吧 美国之前公布的 他所有的火箭军的资料 就代表 我不但的 我已经前 我的最强的潜艇已经来了 我不但航空母舰来了 我不但我的最强的飞机来了 你所有的部署 我都知道 我可以在第一时间全面摧毁 对 没错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这个图 就是可能这次引爆整个火箭军 很多高官被抓的 情张不见 2022年10月 美国的这个公布了 空军大学公布了一个 所谓火箭军的详细的部署的这个资料 他部署这个资料的时候 美国当时有说什么 美国说 我们已经把你的这个所谓的 你们部署都摸了一清二楚了 必要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要打的时候 我们就派出轰炸机去 每一个给你轰炸 轰一轰的话 我们可以快速 只要一两艘轰炸机过去 就可以把你的火箭军全部摧毁 好那你讲 他讲的是真来讲的 美国真的是他有想到怎么部署 第一个 他现在有一个这个北方边缘的演习 他这个北方边缘演习 就是从阿拉斯加的F35A 飞到日本来 那他是用这个直飞的过程 因为他没办法这么大的这个 这个飞行的范围 他有KCE35这样直接跟他一起过来 可以空中加油 抵达到日本 好那抵达到日本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 如果假设要轰炸你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F35就进去嘛 他可以干扰你 那紧接下来的话 轰炸机就出动 那轰炸机出动 你有可能灌岛没有轰炸机 没关系 他现在有B52轰炸机在印尼 从印尼起飞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等于是他有很多种方向 可以选择 他现在部署了一个在印尼这个地方 所以他直接 还有澳洲也有轰炸机 所以他等于有各式各样的选择 可以去轰炸你 所以这就告诉你嘛 他现在有非常多的北岸 在准备伺候你的一个情形 而且刚刚讲的 现在是层层主客 我第一岛链 我有第二岛链 没有想到纽澳已经确定 变成第三岛链 没错 上美国的国防部长 奥斯丁准备要到巴紐去 到巴紐去来说的话 你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准备要怎么样 他准备说 你们给我六个左右的这个地方 有空军基地 海军基地 还有后勤战备基地 这个六个基地 我随时都可以使用 甚至还有北方的这个 在巴紐有北方的一个这个 曼努斯岛这个地方 也可以让我当成所谓的海军基地 所以等于是他有非常多的这个基地 在这个地方 然后后来呢 他还要到澳洲去 澳洲跟澳洲 美国要去 举行所谓的二加二的这个会谈 然后同时 他们还有个这个护身军刀 在南太这个地方演习 所以告诉你说 你看美国不只是第一岛链 我要做好准备 第二岛链我要做准备 层层叠叠的防备你中国 但是呢他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同时在做好风险的控管 那就是台湾你也不要照进 好 订阅 刚才讲 之前我们讲的 你现在已经有第一岛链 你现在关岛有第二岛链 可是他现在还不止 刚才讲在南太平洋 你刚才讲南太平洋至关重要 因为我会作为备员基地 现在讲得更清楚了 纽澳就是备员基地 所以这个战争如果真的开始的时候 整个南太平洋 纽澳会变得这么重要吗 对 因为纽澳本来就是美国 在亚太地区的后勤补给基地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说纽澳这边来讲 如果台海真的有战事的话 北边来的话当然是日本 但南方上来的话 当然就是以纽澳这边为主要目的 但是你想象一件事情 如果巴贝尔联基地亚就在澳洲的对面 而旁边又有一个索罗门群岛 记不记得前两年的时候 当中国跟索罗门群岛建交的时候 就开始准备要说 把这个军事部署在索罗门群岛 如果说巴纽跟索罗门群岛出现了解放军 那这不就岂不是阻挡了澳洲 以及纽西兰 北上协助台海的重要的一个据点了吗 所以当时他为什么要把基里巴斯 为什么就要索罗门 为什么就要把这个南太平洋 他就是中国也想到这个 中国想要这边建立海军基地 建立海军基地就是当战争发生的时候 你纽澳无法持援 是啊 因为要阻挡纽澳持援台海的情况之下 他当然一定要先齐部署在 巴布洋流行内亚 以及索罗门群岛嘛 那因为这两个国家刚好 就是说对中国来讲的话 是有军事上的战略意图 而在二战的时候 那个是跳岛战略一个 也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嘛 所以美军来讲的话 他现在已经重返这个地方 一定要把巴布洋这个拿下来 中国你不能在这里进行军事部署 但是我们美国可以嘛 所以为什么美国这一次 拜登准备是要到巴布洋去的 后来也签署这个安全协议啊 这个安全协议是有别于什么 北边北太的这个自由联合协定 但是南方来讲的话 就是准备未来让美军 能够在这里加强部署 也就是说美军进来之后 就可以排除掉解放军进来 那解放军如果有一天让他进来的话 就会阻挡纽澳北上持越台海 所以这时候其实是一个 整个大的一个图像 美国跟澳洲先要把中国 赶出这个地方 当然要赶出啊 否则人家忙赤在背啊 我前面第一岛链守得好好的 北边有日本然后南韩 日本台湾然后菲律宾 然后到澳洲 中间还有一个印尼 结果你中间蹦出一个南太平洋 如果是巴布洋 牛吉利亚或者是索罗门群岛 这些都被中国拿走 那岂不是在第一岛链 背后来讲的话 放一根刺在后面吗 如果美军 背后捅刀 对背后捅刀 如果背后还需要去防守 防守巴牛跟索罗门群岛 那里的解放军的基地的话 那岂不是对美国来支援台海 是被公办的一个效果吗 所以对美军来讲的话 当然现在优先先把这个地方 排除掉解放军的可能性 然后跟澳洲在这个地方 巩固好他们的一个势力范围 这时候未来才有办法去支援台海 好那今天刚刚讲的 他二亥二级的肯塔基号 已经进到了釜山港 连韩国的总统引擎院 都上了这个船舰 这件事有这么可怕吗 还有这个二亥二级的潜舰 真的是一个灭国神器吗 对我们知道说 它有20个三叉戟飞弹 而且每一个就可以放4颗 所以总共有80颗的核弹桶 那这个80颗的核弹桶 足以灭掉一个国家了 可以灭北 其实说真的 它可以灭北韩灭了好几次了 灭好几次了 对灭了好几次了 它真正摆在这里的意图 就是对中国大陆 那为什么呢 很简单一个道理 朝鲜半岛本来就是大家想要无耳化 结果你今天中国没有史上力 没有叫北韩拆除核子武器 今天来讲的话 美国把它的核子保护伞 整个移到了南韩 移到这个朝鲜半岛上面了 就告诉你中国说 你既然无法处理北韩 没关系 我就把东西摆在这里 但是我真正的目的还是遏制你 因为你如果对周边国家产生任何的威胁 或是任何的核威者的话 我今天美国也对你中国产生核威者 中国这次不是一个演习 你说它是两个演习 两个演习 当然讲的 我的军舰是满战 满战的武力巡视的 你说我要在台湾海下 做台湾的威克主 另外就是 我的三冬号进来了 三冬号进来以后 它还有所联合利舰 就代表它的飞弹会进来 就等于说它在A2AD 怎么样拿下台湾 它这次做一个时兵时代演习吗 宝洁这几天台海真的 平凌到平凶站尾的这个状况 有什么严重吗 中国这次卯足了权劲来做 你看是他们要做进一个什么 进一个环台的战备警循 还有联合利舰演习 宝洁这次要做什么呢 他要做的叫做外主内风 然后根据什么 根据胡锡进的说法是 我们这次不是要炸鱼 我们要炸的是台湾岛上面的 台独的心跟台独的胆 台独的心跟台独的胆 那甚至他们说这次出动 三冬号 三冬号这次来到 我们台湾的东部这个地方 距离台湾东部约莫是200海里 靠近台湾 然后他说我们每天有40个架次 在那边演练 殲-15这样 那殲-15可以起架吗 对那殲-15这次也来到 我们的西南四倍防空区 这个地方给你绕一绕 哇看起来很紧张 然后从这边 他们的驱逐舰在这个地方警循 他们要防什么 防美国来这个地方 我们试试给美国看 另外一边来做 你看他们这次的徐舟舰 也来到我们东南沿海 徐舟舰 要靠近我们的东部这个地方 我们台湾当然有应变的做事 另外一个 台湾海峡的中线的时候 出现了10艘 中国的这个海军的这个舰艇 要来逼近我们 甚至要靠近我们24海里 你看看起来 那同时间 飞机一直不断的在那边飞来飞去 同时才发表一个动画说 你看我们的飞弹部队 第一个时间里面 我们要精准打击 我们飞弹打出去 是这个动画 对我们怎么控制你看 把我们的岛完全封住之后 必要是我们来攻击台湾的 最重要两个城市 台北还有高雄 把你攻击下去 甚至他们巨树专家说了 你看 这是我们山东号所在的位置 是一个咽喉的要道 咽喉要道 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就是外主内风 要主什么呢 主的是外部干涉势力 内风是封了什么 台独的分裂势力 哇 所以把这个调子 拉得是相当高的一个状况 那不就把台湾海上给吓死了吗 而且 事实上大家真的有被吓到吗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台湾附近海域的船舶的 及时的这个状况 怎么都海事船 你呢 你在那边演练啊 演练的时候 你看 我们台湾的这个海事船 还照样走 中国的海事船也照样在走 所以看起来的话 似乎是大家没有想象中 那么的紧张的一个态势 所以你封了半天 只封到了平潭岛 只封到了平潭岛的渔民 封到平潭岛的渔民 说他们快活不下去了 因为他在那个地方进行实弹的军演 实弹的军演 其他地方都是互相对峙的 没有什么军演 所以没有擦枪走火的这个状况 而且这次的军演 刚刚讲的不是只有台湾关系 日本也关系 这些美国都进来了 对 没错 这次的这个军演里面来说话 因为山东号在我们东海岸这个地方 你看山东号出现之后 保持人家 美国还有日本都相当的紧盯你 美国的尼米之号 也来到你的周边 余某200海里的位置 他在盯着你 另外一个 我们到目前为止 山东号大部分的状况是 日本发布 他说他现在在什么位置 他把这三天 他的位置都标示非常清楚之后 他还跟你讲说 日本标定 对他每一天 大约莫演练了多少架次来说 那飞到我们 西南航空识别区这个地方 他都把它标定出来 日本比台湾还清楚 另外当然还有什么 还有包括说 我们在东海岸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的 中国的徐州舰来到这个地方 跟我们的夷阳舰 在这个地方互相的对峙 那你看 更不用讲 他们出动了非常多的架势 在这个地方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也就是海路 海空的两方面 同时对你施压的一个态势 你说这一次最紧张的是 我们的海军基本上 台湾跟中国 在对峙警示的状况 我们是两艘对一艘 对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状况来说 中国几乎出动了非常大量的军舰 特别是在台湾海峡的中线 根据媒体的报道说 一度有十艘 十比十的军舰 在那个地方互相的对峙 甚至中国的太原舰 要来到我们24海里这个地方 那来到我们24海里 要进24海里 对那我们当然 我们的敌化舰马上就出动 你看我们敌化舰 我们还有警戒它嘛 中国131 就是所谓太原舰 如果你继续前进的话 我们要采取驱离的相关的行动 那我们是用两层的防卫 你说第一层防卫是敌化舰 第二层防卫还有海巡的这个舰艇 在后面 也就是说我们是用一艘 对两艘对一艘的态势 这就是海巡的化舰 对那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紧急 他们如果进入24海里的话 等于是进入我们的领海 我们必须要做相对应的这个作为 所以你说在这一次的演习 比如这三天的演习里面 海峡两边 甚至日本跟美国 真的有那种你来我往的感觉 对没错 我们看事实上这一次来说的话 双方真的是大价精锐进出 从最早最早的话 是他们海巡06 跟我们的新竹舰的互相的对峙 紧接下来的话 在海峡中线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石梢对石梢 对就是他们的太原舰 跟我们的敌化舰互相对峙 还有你说一开始只是海巡 对上我们的海巡 他们的海巡对海巡之后开始 军舰就进来了 对那在台湾海峡这边 对石打石 石打石这样 然后后来他的太原舰又要靠近我们的时候 我们又2比1的这个态势 压着他们 希望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在东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这个所谓山东舰来到这个地方 台湾的东部 他你看从巴士海峡进来之后 一路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他们卡住 他们所说的烟口的位置 好卡住之后 他就在这个地方进行演训 他在这个地方来来回回进行演训 我刚才讲到 日本都在紧盯你的一举一动 那当然不是只有日本紧盯 尼米兹也来到这个地方 约莫是靠近你 约莫是200海里 所以尼米兹在这个位置 对而且尼米兹 我们知道 事实上这一次山东号 他有三台这个护卫 两台护卫舰 还有一艘补给舰 尼米兹也是有非常多的护卫舰 补给舰在这个地方 所以中国网友还说什么 这看起来的话 我们已经进入尼米 山东号已经进入尼米兹号的 射程范围内 同期范围 对那我们说 我们的这个好像有点势单力保 尼米兹号是比较雄壮威武 我们要急需救援 看得非常清楚 他们知道说糟糕 他们的战斗力的确是比较强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提到了 他们的这个徐州舰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约莫要从东南角 进入我们的台湾海域的时候 我们一样舰就出发 所以那事实上双方在这个地方 那你更不用讲 因为要应应你山东舰 你的歼-15在这边飞来飞去 我们F-16战机也起飞了 在警戒你的这个状况 美军的EP-3也进入这个南海 进入南海这个地方演练 看你们的潜水艇会不会出来 所以那事实上现在双方 当然在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是你来我往 你有印尼的这个张良机 我就有了过桥 两个双方面来说的话 是互相你来我往的一个局面 所以这三天的演习是有互动的 当然有互动 因为刚刚讲的 以昨天来讲 中共犯台的军机高达70架次 对 你要知道中共这次 真的是精锐进出 包括说飞机里面说 歼-10歼-11歼-16 包括说像运巴都来了 然后包括说像苏凯30也来了 另外一个他们这一次 这还有什么222型的 这个整导弹的这个潜艇 然后包括说马鞍三号 太原号等等 那更夸张就是洪六 洪六可以来说还有挂弹 挂弹飞行这样一个状况 那包括说运20 还有运9的通讯对抗机 空警500 还有TB-001的无人机都来了 那徐州号就来到我们的东海岸 这个地方 所以那事实上现在整个中国 是用他们 你看这大概约莫可以看出一个 中国可能未来犯台的一个演练 他们是做一个相关的演练的这个态势 其实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当然美军跟日本 日军还有我方 都在做一个严密的监控的这个态势 虽然事实上这一次呢 虽然情况是很紧张 但是大家其实都有做了相关的准备 好 正好 我们看这一次中国奖是吧 他做一个外主内封 外面什么 我阻却了外国的势力 境外势力 封什么 封台湾的台独势力 封台湾的台独势力什么 要打什么 打台独人士的心跟台独人士的 该把我吓死了 然后另外就讲 他说三冬号这次出来了 三冬号这次演练 办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他说这个对吧 有点像定海神针 他做一个枢纽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控制了 台湾的咽喉 没有错 然后呢 一个小时内一定会被击沉 一个小时会被击沉 那个位置是所有海上舰艇的死区 那边是不能停任何军舰的 不能停 对 为什么呢 我先给大家标注出来 整个三冬号在这几天的位置 三冬号其实在台湾东边 东南方一点点 这是8号 9号 10号 这三天位置 其实就是台湾的东南方这部分 这是日本的防卫省告诉我们 在这个区域的 可是这个区域 等一下 这里是公布道 那他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日本这么清楚的掌握他的位置 对 日本全部掌握出的位置 在东边看起来是非常勇武 对不对 他们确实业住台湾的咽喉 你外部的势力要来取援 我三冬号就在这里把你挡掉了 可是问题是 你看这就在台湾跟日本地对舰飞弹的交错之处 这个火力往期是我们早就已经布置完了 这个红色圈圈是日本的124飞弹 我们这红圈的范围坦白讲还是旧范围 只有200公里 对 这个蓝圈圈是我们雄风二行 大概以400公里来换 你看 这个三冬号所在之地 三冬号在这个位置 对 这完全在攻击范围内 在红圈圈跟蓝圈圈的交叉火网之内 这个还只是海面上的部分 更可怕是在水面下 水面下三冬号所在的位置 我跟保洁哥报告 那边就是潜见最好伏击的位置 什么意思呢 这一张是我们的国家海洋研究院 首次在去年公告 我们台湾周遭所有海域的这个图 我觉得你看三冬号在这边 在这边刚好在哪里 在西菲律宾的海盆跟地瓜海济的中间 所以你看这个地瓜海济跟西菲律宾海盆 其实是整个西太平洋最深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台湾西部是大陆棚 所以是不可能有任何潜见伏击的 右上方这种所谓的公固岛 公固海峡也不太容易有潜见 可是台湾东部这个西菲律宾海盆 其实是个天然的潜见伏击区 然后呢 因为谁很深 对 三冬号不怕死 就在西菲律宾海盆上面 然后呢 这边有个瓜家海济 瓜家海济 如果你把潜见藏在瓜家海济的右边 等于是有个天然的海济 把潜见挡住 所以美国之故的人 你看三冬号这个位置就说 如果真的要打仗的话 这边一个小时之内 就会面临到日本台湾 还有下面核子动力潜见伏击 所以说 你以为说你在这边控制了台湾咽喉 你以为这边你可以做外主内风 可是刚刚讲到 你这个位置刚刚什么 你这个位置刚好是 台湾日本的飞弹的这个区域 这个飞弹区里面倒是你的攻击范围内 而且水面下又是最好藏潜见的地方 请问你三冬号在这边 你承受得住水面上的地对舰攻击 跟水面下的核子动力潜见的攻击吗 根本不可能的 难怪我们的熊二飞弹 这居然突然被给弄出来了 对所以就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国军是非常非常机灵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说熊二飞弹 大量的这个往恒春那边去做集结的画面 为什么 因为熊二飞弹在恒春这边集结 这个画面非常多军事迷跑去看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我们海风大队 海风大队如果呢 我们其实可以布置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恒春 另外是台东 可是问题是你布置在恒春 它相对于三冬号它有什么保护 有个中央山脉做屏障来去做保护 所以你看到导播待会来看 我们三冬号在这边 在这块地方 在这块地方 可是我们把我们的海风大队 布置在恒春这边 对三冬号来说 它如果要打海风大队 反正不容易 这边隔一个台湾海峡 但我们打得到吗 我们打得到 因为我们每次试射 都在恒春这边射无限高的熊二飞弹 就是在模拟说往东海 就是东西太平洋 往东边打的状况 所以你的航空母舰 如果在台湾的东岸的时候 那是我的攻击目标 刚好在我们攻击 所以我们每次 难怪熊二要出来 对 每次在九棚基地试射 都往东边试射 而且都是无限高试 就是我们当时去做模拟 就是我们九棚基地 无限高之后 绕过所谓中央山脉 往东边走 就往西太平洋这边打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第一个在这边 布置海风大队之后 不好意思 整个三冬号都是我们的伏击 换完范围之内 而且所以三冬号在这边 他真的是薄命演出 他们上面的四官兵 是真的知道这个趋势 是很危险的 旁边你你知道虎视眈眈 大黄蜂建载机不断起飞 不断起飞 然后不断去拍 然后去逼迫 不好意思 这些三冬号为了要 所谓的围倒军演 硬着头皮做出这件事情 这个绿色是什么东西 这个绿色就是歼15 在台湾东部的画面 这个绿色歼15是什么 三冬号的建载机 所以我必须要讲 老共在这次的围倒军 也算是拼命 因为一般来说你看 这条所谓的海峡中约 跟西南空约 他们所有演续的 跟过去都一模一样 唯一一个有 唯的概念就是这个 绿色这个 绿色这个就是歼15 歼15就是三冬号建载机 三冬号就在这边 去做薄命演出 所以确实也算是煞费苦心 好 这三天的军业 台湾跟中国两边 从空军到海军 真的有那个理来问问吗 真的是实对实对峙吗 实对实对峙的时候 不是只有海军出动 海军也出来了 等于说我们是一个海军 一个海军 去对中国一个转舰 你说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只有喊话 我们喊话完 你真的敢前进的话 我们真的敢撞吗 我们真的敢打下去吗 对 撞的话也不会由军舰去撞 因为军舰对军舰的话 一定是交战规则 基本交战规则 马上就是开火了 那如果是用我们的海巡去撞 或者是我们海巡的有军单位 可能有一些跟平民百姓 有一些合作的 比如说渔船 或是什么娱乐船 海钓船 什么东西呢 把他召集过来 我们也有这个东西 附近的都有 我们也有民兵 附近也有类似这种民兵 那你如果真的战争的时候 这些都要召集过来的 就算平场的时候 他们有合作对象 那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就是用他们去撞 去阻挠 甚至就破坏搞破坏 搞他没办法前进 或是没办法怎么样之类的 用这种方式把对方推出去 把他隔离出去 所以这种方式 是为什么我们要派一个海军 一个海巡 事实上是我们这边在避战 那如果他 对方如果想要避战的话 照道理讲 他也要派一个海警 一个海军过来 或者是海上民兵过来 先用海上民兵去试探 但是显然这一次 他的演习的目标 他其实就是在 威震台湾人的明星 因为他要认为说 他的所有的军舰 摆阵摆出来之后 我就吓死了 感觉好像就是要 马上来打理的样子 但是事实上 整个作战手法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刚刚讲 海巡今天要讲 我们今天喊话的是海巡喊话的 海巡提出警告的是 海巡提出警告的 所以如果真的 他敢越雷次一步的话 冲上去的是海巡 对 因为海巡他是海上警察 他是具有警察身份 不管是行政警察或司法警察身份 我现在告诉你说 你现在越雷次一步 我现在就依照我们的行政法规来搞你 这时候就尽量去避免那个战争发生 但是如果你让海军直接面对他的 这个解放军的军舰来讲的话 直接冲撞上去来讲的话 那可能就会直接 有开枪走火的可能性之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政府在因应的时候 他是有步骤在做因应的 那这个对方来讲 他应该也看得很清楚 他也知道你在搞什么状况 所以他现在来讲布阵布在那边 他要回去有个好交代 否则来讲的话 他的目的就是要威尽你台湾医生 只是对国内有交代 对 因为内宣嘛 所以他要做大内宣嘛 哪个要拍这么多影片 还要拍影片嘛 然后还要这个 但是问题是什么 当他把摆阵摆出来之后 你想想看 美国的尼米之号还跟母舰战斗群 还有美国的所有卫星 美国的所有侦察机 会不会在旁边在监视他们 一定也在监视他们嘛 所以就了解说你共军来讲的话 你的手法到底有哪些 假设如果你想要封锁台湾的 所有的海域来讲的话 你会怎么做 那你现在派出来的这几个战舰 大概都是东部战区的军舰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你只要没有开火 基本上他就是摆阵用 好 官员 但这次 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亮 我有好多朋友 跟我讲还有买这个背招 可是你太誇張了 这个当然就是台湾医生 这个是中国最大的竞技 维尼熊 这个维尼熊讲的就是习近平 而且这个这是我们IDF的飞观吗 他居然背仗上是一个台湾熊打文雄 更妙的是 他居然是军文社公布的 没有错 军文社跟《青年日报》 就算是军方的一个媒体 所以其实由他们公布出来 他其实有半官方的细致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图片看到 都有很多端倪 譬如说照片左边 这个IDF 有一个野狼在鸡身 这个就是第七作战队 其实他有他的历史 其实我们看图案 就看图案说故事这样子 那我们看右边 这张这张布章 这个布章 这个布章 台湾黑熊 它有个V 看到一个V 这个是台湾黑熊特有的标志 其实这个布章很有意思 就是他的胸前有个V 这个就是台湾黑熊 就是代表台湾 然后这个布章很有趣 下面有个叫Scrumball Scrumball什么意思 就是紧急起飞 然后它上面还有一行英文字 叫We are open 24-7 什么意思呢 24小时随时起飞 对就是一周有七天 每一天有24小时 一天之内 我随时都可以紧急起飞 就是说这个布章代表说 你共居几架次来 我几架次 一定都会全天漏的起飞 这个是代表说 其实是民间人士 帮忙国军加油 然后去生产这个布章 它的用意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的国军 居然贴在自己的背帐上 而且你刚才讲 这是一个野狼标志 这个野狼标志 这个IDF 它是有历史的 其实我们去查 比如说你去查第七作战队 然后现在中华民国空军的官网 它都有介绍 那其实它是 比如说1935年 从南昌成立 叫第七队 后面严格 现在进驻到清泉钢基地 那其实 这些布章 他们的用意都很简单 就是说 透过民间的力量 帮国军加油打气 那其实像 比如说我这边有带解布章 我们先讲这个布章 这个布章目前呢 你去搜 已经搜不到 已经接受预定 一定要接受预定 因为它都已经 抢爆了 已经可能抢不到 它比鸡蛋还难抢 这个没办法 那我们再看 这个 这个是我搜集的 那其实民间有人会 怎么帮忙国军 你看这个是 比如说这个是 佩洛西医长来台的时候 帮忙生产的布章 就是帮忙替大家加油假期 然后呢 这个是上次 你还记不记得 美国空军把那个气球 气球 你看 民间厂商它还分为两个版本 一个是彩色版的 一个是低阶版的 低民事度的 所以你要什么呢 都有 那其实这些呢 这些布章的生产 就是让这些 比如说民间的爱好者 甚至部分的 现役的官司兵 来贴上去 帮部队 还有提振民事件事件 那其实这些布章呢 其实很早就有了 譬如说 我这边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1996年的 台海飞弹危机 在这个危机过后呢 其实不管是美国 或是我们 其实都有厂商的 生产做过这布章 现在中国跨越海峡中线 那已经不是新闻了 可是现在中国 不但跨越海峡中线 它还往台湾逼近 逼近到哪里 逼近非常接近我们的 等于说24海里 这样的一个警戒区 我们现在周边新竹左右的 这些防空部队 全部警铃大作 当然现在看起来 中国现在就是要对台湾 做压力测试 它就是要对台湾 步步精逼 它要看台湾最后 你的反应手段 到底是什么 现在中国不但是 用这样的方式 对待台湾 它也用这样的方式 对待美国 美国释出了影片 拿到RCE35 在整个南海群役的时候 竟然碰到 中共的军机进行挑衅 而且挑衅的时候 最近的距离只有6.1公尺 在空中6.1公尺 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距离 中间有一个气流 或中间有一个翻转 你两个军机就可能撞上 甚至中国还做一个高空 等于说是跨越RCE35 这样过去 等于说挑衅的意味 非常浓厚 而且中国的军机 不是只有针对RCE35 甚至对于它的 这个所谓的全球之音 对它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军机 都进行这样的一个挑衅 那大家问了 中国为什么在最近 要做这样的一个作为 中国这些作为 发展到最后 真的有可能插枪走火吗 好 在这一段里面 战略专家林廷辉 也交我们的讨论 廷辉你好 大家好 好 走 这样听我们讲的 中国最近的动作 飞比寻常 好像最近 做了一个非常侵略的 一种动作 第一个 它跨越海峡中线 跨越海峡中线 非常逼近台湾 逼近台湾 逼近到 我们的防空部队 竟然警铃大作 更不用讲说 现在对于 美国的RCE35 挑衅到距离 只有6.1公尺 今天华尔街日报 把整个过程弄出来 它不是有一次 它是连续好几次了 没错 中国在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它就是全打脚踢 对周边的 包括美国 日本 或是台湾 实施了非常大的压迫 对日本也有 为什么你看 事实上在去年的年底 到今年1月1号的时候 中国你看大量的军机 穿越海峡的中线不说 它还逼近我们 几乎有24海里 那逼近的过程里面来说 那好紧张 那一天晚上出现 什么状况吗 什么状况 台湾在北部有天空飞弹 在三支的基地 还有爱国者飞弹 在新年万里这些地方 都警铃大作 就已经出现说 目标的这个目标物 要击落目标物出现 天空跟爱国者飞弹 都警铃大作 他们已经开始实施的 战备的相关的准备了 这是我们空军的 出动的这个空战机 上去要拦截 拦截之后 这些目标看到说 你们要出来之后 我们就回去了 所以这个挑衅意味非常浓厚 我觉得它在测试 我们北部的空防的能力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已经不是 只是跨越海峡中线 它往台湾逼近 逼近到我们警铃大作 对好那对日本怎么说呢 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 中国的WZ 无人飞机的连续的两天 飞到日本的空户岛那边去 你绕一绕 绕一绕的话 连续骚扰日本 那它还骚扰美国 抱歉那它怎么骚扰美国吗 我们之前不是 日本有拍下说 这个辽宁号 从这个空户海峡穿出去吗 那它最后到哪里去吗 它居然到12月25号的时候 逼近关岛500公里 靠近关岛 对它就在那个地方 做一个演练的这个状况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山东舰到了南海去 到南海去做什么 进行一个模拟美军 在南海的舰队 我攻击你 所以才会有什么 为什么尖11会上去拦截RCE35 我怀疑就是美军就在看你 山东舰 在那边干什么 所以美军进去的时候 尖11上飞来之后 把你赶走了一个状况 好那刚刚讲到 现在中国还释出了一个影片 过去美国朝下说 你只有白天可以起降 你夜间没有办法起降 现在刚刚讲的 我不但是对日本挑衅 我对台湾挑衅 我对美国挑衅 现在还释出了影片 我密集的进行夜间起降 没错 市长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这个中国的央视就示出了一段画面 你说我没有办法这个夜间作战 好他在1月2号的时候播出一段 他说某个空军基地啊 有歼20啊歼16多型的这个战机在半夜 两点的时候进行所谓的超视距的空战的训练 那去那另外的话说展开这个空战的这个任务 所以我们知道是还包括说这个运8也出动了 所以也就说歼20啊歼16还有运8这样子 然后连电针机都出来了 对一起出动 那后来人家就说原来如此的话 未来可能中国对台湾发动所谓攻击的时候 晚上的组合大概就是这些 而且他们模拟可能攻击的时间 就在夜晚的这个时间 所以你知道是让中国试图这个画面来说 当然某些程度来说 我不只飞到那个飞越海峡中线 靠近你24海里 我还试出这个画面 晚上的时候歼16歼20还有运8电针机一起出来 这样联合演训 所以你知道这个其实对台湾的动吓意味 或是非常浓厚的一个情形 你中国现在不是疫情大爆发吗 疫情大爆发你根本没办法处理 就你就把压力放到国外去了 对好那我们因为转移焦点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化解国内分歧的一个方式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就讲嘛 这个RCE35 这个美国在12月29号不是说吗 你这个中国一个歼11的 在21号的时候在南海 跟我们进行一个不安全的这个演练 演练嘛 所以为什么呢 这是从RCE35拍出去的画面 你看 这个是歼11就在这个地方 对 那歼11来说的话 因为这个根据美国的说法是说 你突然来拦截我 拦截我之后 那我就 因为我怕跟你相撞 因为两个只有距离六公尺 六公尺很近耶 最后来的视角就慢慢慢慢地下降 就离开 因为这个RCE35上面有非常多人嘛 他不想跟你发生这个查中这个事件 好 结果你看这个事件之后 你知道 中国马上就说 中国是说 你看美军呢 你不顾我东方的多次的警告 突然改变飞行姿态 对中方跟肩飞机 向桌挤压 做出危险靠近的这个动作 影响这个中方的这个军机的安全 虽然反而是说是你靠近我 但是事实上反而 不是 但是你是战斗器 对 我是电阵机 对 我的武力差这么多 对 但是事实上 你讲这样对不对 但是大家都知道 你躲的RCE35上面飞行比较慢 那你飞的比较快 当然是你拦截我 怎么会有我拦截你这样的状况 甚至连之前的塔斯社都报导 塔斯社都已经 我们说 中国报导是这样就算了 问题塔斯社的报导 跟美国差不多一样 所以变成知道 中国你看 即使是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都要觉得很战狼的感觉 是你错 不是我挑衅你的一个状况 而且现在更多的资料出来是说 当时歼11要去等于说 骚扰RCE35 不是只有一个RCE35 P8也有去 E3G也有去 等于是我对你所有要进来的飞机 我是全面的阻挠 不然全面阻挠尴尬的 因为他要确保一件事情 确保我的山东舰 因为我的辽宁号 被你摸清楚就算了 但我的山东舰 千万不可以被美国摸清楚 没错 到底12月21号那天 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歼11要去拦截RCE35 保洁这个原因是这样子的 事实上在那一天的这个状况 如果你看这个南海感知的 这个计划图里面 你就知道说 其实那天美军出动的飞机 非常多 不是只有RCE35 P8A也来了 包括说E3G也来了 很多飞行器都进入到 南海之附近来绕一绕去 那绕一绕去你在做什么呢 原来后来我们还知道 那时候山东舰 山东舰就在这个地方 山东舰 山东舰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是山东舰的 相关的这个练习 他在演练什么 他在演练说万一呢 如果你南海的这个军队 我们跟美军在南海出现这个冲突的时候 我怎么样进行对南海的 这个美军进行攻击的态势 因为其实当时还有什么轰炸机群 还有战机群 还有这个山东舰一起在那边 还有其他的潜艇 一直在那边 舰艇在那边联合编队 在那边做一个演练 所以P8A RCE351 全部去盯紧山东舰 所以为什么全部都过去 就是因为山东舰 你现在出来做个演训 我是最好摸清楚你底细的这个机会 那好 因为RCE可能比较靠近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曾经讲过 你只要靠近我的这个舰 美军是500公里以内 我绝对不让你靠近 同样嘛 你可能太靠近的时候 尖11就上来 上来必须要把你赶走 否则 如果真的让你数据都摸透透的时候 那山东舰 可能未来跟你美军作战的时候 也会处在一个完全被你摸透透的局面嘛 好 那他要怎么样的拦阻 他要怎么样的主角 现在这个图出来了 我觉得太可怕了 这是一个假设被拦截的飞机 这个是R135 我这飞机是整个站里的上面 绕一圈 我只要中间有一点 有一点点闪失 而且这个距离只有6.1公尺 两个就撞在一起了 而且从去年到现在为止来说 已经不是只有美军 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都说 你这样真的是不太合理的一个状况 而且他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骚扰你的 相关的侦察机 那怎么样 他是靠近你 比如说他在你的这个航道前面 比如说你看之前来说是 澳洲不是就有你指控吗 你这个侦察机 你的战斗机飞到我的航道前面 丢这个铝片 丢铝弹 让我们这个引擎 好像有出到一些问题 好 那这是这个 在飞到你前面 那这次美军的方式 比较像是这样 他在你的旁边 那旁边的时候你看 他中国军力就 刻意在你的上空那绕一圈 绕到你的另外一边去 这样子 靠近你的这个拦截的这个状况 让你的飞行 你的飞行轨机如果万一被他干扰到的时候 其实是很危险的 所以这等于是 他用这样的方式 这就是你就知道 难怪国际的谴责你 非常的专业 非常不专业 非常危险的一个飞行姿态 而且刚刚讲的 你不是这样对台湾 你不是这样子对美国 对日本也一样 现在他的无人机 侦察无人机 非常嚣张的 明火直上的 进到宫古海峡 对我们事实上除了对台湾之外 你看这是中国的这个无人机 这个WZ7型的无人机 你看他的飞行就是这样子 这样又过来 他这是啊 他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有陆陆续续的飞越 公固海峡来到这个地方 好了不是只有这个地方 你看日本又公布了一个数据 他说中国的公固船 在2022年的话 在我们间隔驻岛 就钓鱼台海域那边 航行了336天 所以就是说你几乎是每天来这边骚扰 所以你看他不是只有骚扰台湾 他也是定期的固定的 会去骚扰日本海域的一个情形 好的所以刚刚讲的 在这样一个状况下 就出现了一个状况 美国印太司令部 本来我的指挥权在印太司令部 他虽然这样子 我的印太司令部的指挥权 某些东西 我要交给了驻日本的美军了 对 为什么 因为日本对中国来说的话 可能是如果你要优先反应的时候 可能是比较快速 所以根据美国的 目前的这个规划里面来说 印太司令部的这个 总部在夏威夷 他可能要部分的这个军权 或部分的控制权 会把他隶属到这个驻日的 美军的这个司令部 可能在第一个时间攻击的时候 就由你直接来发动 不要由我印太司令 来下一个决策 好 那事实上 指挥权放到第一线 对 那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跟日本 今年1月的时候 可能双方的领导人 还会在见面 见面的时候 可能会谈论到一些 更多的国防的一些资讯 好 那对日本来说的话 什么防范这个 中国已经变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日本现在在做两件事 第一个他们要 发展这个3000公里的高超音速的导弹 超高音速导弹出来了 超高音速导弹 涵盖范围是这么多 你看它涵盖范围 如果从这个东京这附近 发射出去的时候 这个蒙古都被涵盖 那中国最主要区域 大概都被涵盖在内 这就是他们目前要 我们用到中国 日本有说我要领先攻击 在你攻击我之前 我就要攻击你 他就用这个可能 把这个当成是第一个武器 而且你的超高音速 你是挡都挡不了了 对 然后第二个 发展一个所谓超级战舰 这超级战舰来说 其实是 就类似所谓 导弹防御舰艇 这个状况 那目前为止来说 它这个站 约莫有2万吨之多 所以日本目前为止来说 不但在强化他们自己本身的武力 要来恫吓中国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们要搞一个 这个看起来 超级战舰是隐形战舰 对 没错 那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类似 它的排水量 跟出云号相当 那还有六组的 这个八单元的 这个垂直 这个发射系统 如果能够搭配所谓的 其他更有力的 这个导弹来说的话 都会对中国的海军 形成相当重大的威胁 好 听位 刚刚讲的 中国现在 对整个周边的军事 真的加大压力了吗 刚刚第一个来讲 你现在不是跨越海峡中线 你根本进到我们24海里 接近24海里 我们的天空飞弹 我们的爱泽哥火车飞弹 真的都警铃大作 等于说是在 已经在了战争边缘吗 我们昨天讲的压力测试 其实他都在测 周边国家的压力的测试 因为你知道日本 他已经早就公布 安保三文件 三文件之后 他就在看你说 是不是真的落实 所以我也派辽宁号过去 然后对于台湾来讲的话 当然就测试蔡英文政府 对南海来讲的话 当然测试东海亚国家 为什么呢 这是新一波 习近平刚上台之后 就是说第三任的任期之后 他必须要展现出 他这个领导权的概念 也就是告诉你说我今天 这个周边国家来讲 我该放的我会放 但是我不会放的 我绝对不会放 那在讲求什么东西呢 其实也在寻求 跟拜登对话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从十一月开始来讲 拜习会之后 其实说真的 他们两个说什么 要恢复以往 当时在佩洛西来台湾之后 断掉了所有的军事方面的 一个热线 所以你说习近平要增加筹码 这个就是在恢复这个热线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所有的沟通管道 如果不顺畅的话 很容易就发生擦枪走火 2001年那次EP3事件的时候 中美之间就开始建构 所有全面性跟健全性的 所谓的中美的热线对话 那结果呢 在佩洛西来的时候 一戏之间全部断掉不是吗 那断掉之后呢 结果在巴黎岛拜习会的时候 双方答应说要恢复 但是恢复到现在呢 没有听到 到底怎么恢复 所以这种冲撞 就是在恢复军事对话的一种做法 就是说我一直在观察说 到底他为什么那么狠 因为毕竟来讲 中国大陆现在内部的疫情那么的 状况都不好 疫情大爆发 难道你是要出口转内销吗 也不是 其实对他来讲 他的权力还是很稳固的 但是他搞这些东西在干嘛 就是除了做压力测试之外 另外也寻求跟西方国家来做完整的对话 你看到今天 明天小马可思就要到北京去访问了 但为什么呢 因为菲律宾他现在要寻求说 那我要跟中国共同开发 我要寻求杜特地那时候的合作计划 钱还没拨下来啊 钱赶快拨下来吧 还想计划中国 其实都在 就是两边来讲的话 周边国家都在走 走中美之间的这种 这种这个诀窍 所以说对两边来讲的话 就希望美国来保护他没有错 但是他们又跟中国希望 能够拿到更多的利益 这其实才是周边国家 大家心里所想的 都在玩两种策略 都在玩两种策略 然后你看日本也是一样 他为什么要做源头打击 你一方面讲说 当然这个可以增加日本的国防预算 但是你知道 现在中国也发展出所谓的 地下井的这种 这种这个飞弹的发射井嘛 那所以你今天如果对日本来讲 他的确也是造成一个威胁 为什么他一直在讲源头打击 源头打击 源头打击根本就不符合 日本现在的宪法你知道吗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除了国防预算增加之外 另外你看到从美国这边 也要到了他的本身来讲 要正常化国家 就是在至少是在驻日美军 他取得指挥权的这个概念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你看到 这个是一种对话 我认为是在一个政治对话 只是透过一个军事方式 军事模式来达到这个对话的效果 好 至少没有想到说 今天本来习近平的元旦谈话 看起来两岸是要怎么和平相处 就没有想到实际的作为 跟我玩两手策略 不但越了海峡中线 还进到我们距离24海里非常接近 让我们的天宫飞弹群 让我们的爱国者飞弹 都锦铃大作 巷装武剑自在佩弓 其实你要去看 中共对台湾所有的战略 对台湾对话 释出讯息是其一 但真的重点是跟美国叫板 实际上美国在台湾的整个布局上 我举个例子 现在美国对台湾的策略是什么 就要把台湾打造成 豪猪 刺猬 毒蛙 对不对 就跟你讲我这些动物器官出来 我让你中共不敢打 他要付出代价 而中共就跟你讲我剑齿虎 我獠牙就漏在你家门口 所以两个是在什么 他不是在对台湾的军 但是对美国 你要跟台湾打造成什么样子 反正我剑齿虎就在门口 撩牙秀出来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可以看到 他不只是这一次挑战 24海里的临街区 他实际上上次的军事演习 关门 在你家港口 几个东南西北港口 关门去做演习 那已经是越过红线中的红线 但最后他还是停在那个地方 原来是什么 因为对他而言 目前为止还是在跟 美国叫板的过程当中 这叫板什么 就是说今天你不要以为说 你今天不断的透过台美的各种 包括军售 包括所谓的那个外交关系的升级 包括什么台湾法案 包括所有的台美关系的一些合作 你觉得你在做政治红线的压力测试 你不断要挑战政治红线的边缘 你挑战政治红线的边缘 我更挑战军事红线的边缘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这是现在台湾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没有想到台海最近这么样的一个不平静 赖清德访问日本之后 中国不断的挑战 中国不断的挑战之后 没有想到美国是一个强力的回击 对 所以讲那个班福德号 我们在查试 他不是只是绕一下而已 他根本是对中国有一个非常强的压制动作 到目前为止来说话 中国不断的在台湾海峡附近 给你台湾骚扰 但在骚扰的同时 他还宣布说 中海峡中线不存在 不存在 但是美国在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跟你客气 你解放军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你派出船军舰 我就盯着你 你山东号来 我就用这个驱逐舰对着你 美国是跟他直接的head to head 他就说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你说双边 从7月11号到现在 对 两边这样的针锋针对 我们先从台湾海峡附近来讲 7月11号当天的时候 赖清德副总统降落日本的时候 中国的黄刚号 就来到我们恒春西南边 当时美国就派出了P8A 两个人听说当时黄刚号还跟他说 你P8A飞得太近了 你要理我太近了 两个人已经这么接近了 好 紧接下来的话 中国就说 你这个台湾台湾这样的时候 我要在这个中国的东南沿海 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军演 就要进行军演的时候 保险你知道 美国派出了RCE-135V 飞到那个地方 飞到那个地方去看你 飞到那个地方去看你 那飞到那个地方看你之后 中国出动了运八远干机 出来干扰你 两个已经又开始对上了 你说RCE-135对上运八 好 那紧接到 他都是可以干扰对方的 那紧接到7月19号的时候 保险7月19号 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因为班福特号 离开了南海的时候 往北走 往北走进入台湾海峡 可是他进入台湾海峡的时候 RCE-135V又来了 但是中国人又出动运八 但是人家就说 那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现在传演是山东号 到那个时候 来到台湾这边 所以就说那一天里面来说话 海面上是山东号 跟对决这个所谓的班福特号 空中的时候 RCE-135V又跟运八 又对上了 所以我们只看到说 山东对上了这个班福特号 可是空中更精彩 好 那紧接到呢 班福特号就往北走 他就直接穿过了台湾海峡 于是他今天就说 我们正式穿越台湾海峡 所以你看到 这段时间以来的作为呢 班福特号跟美国的RCE-135V 跟P-8V告诉你说 你说台湾海峡是公海 不是 那你在哪里 美军就绝对在哪里 所以你看到 中美之间的紧张态势 其实在军事上面来说 是来到了空前的紧张的局面 而且我们从商务部长雷蒙多所讲的话 也知道说 他们现在台湾 是不可以有任何损失的 雷蒙多说得非常清楚 他说如果台湾的 美国没办法拿到金票的话 美国会严重衰退 甚至连美国的CIA局长就说 犯台已经不是所谓的 要不要打 是实际的问题 你就知道这个时间是 对美国来说是相当相当的紧迫 所以我们先讲的 班辅登号 老板我们看一下就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以后 刚好我跟山登号有一个对峙 山登号就在我们金门的附近 两边对峙 对峙了以后 他对峙以后我没有走 原来我就直接往北 我就直接经过台湾海峡 我通过台湾海峡以后 我还正式宣告说 我在台湾海峡实施了一个自由航行圈 但如果你整个看下来 班辅登号不是只有来一下子 他是整个这样子绕过来的 事实上班辅登号是这次负责来 来寻台湾舔水的美军 孙山醉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当时的时候中国就说 台湾海峡不是这个国际海运的时候 他们就准备要来孙山醉 只是说因为刚好7月11号的时候 赖兴登去了之后 有一个插曲出现 好那我们讲班辅登号 你看这是班辅登号他们公布的 7月19号他们公布说 我们正式通过这个台湾海峡 那我们仔细来看 这班辅登号从这个台湾海峡的 台湾的这个东边进来之后 他在这个地方 这个曾经在跟这个 中国的运巴有碰到的这个地方 他稍微停论一下 就往南走 往南走他走到西沙 而且他到西沙的时候 我们记不记得 他到西沙的时候 也是跟中国对峙 中国出现了一个闲银舰 跟他对峙 中国不是在拍了一个 这个班辅登号的照片 所以他在对峙之后 往北然后来到了这个东沙 然后就往北 这样穿过台湾海峡 在这边跟中国的这个 山东澳对峙之后再往北 而且他搞不好之后 停那边多久 他搞不好又会回来绕 绕这个台湾 所以你说班辅登号的 这一趟行程 已经跟中国在很多点都有对峙状态 台湾海峡还有南海 都已经对峙过了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班辅登号是这一次 美军出来 最主要跟你中国对峙的这个船舰 好那出了这个之后 我们不是讲吗 美国这次出送的RCE35V RCE35V 这次一共有 约莫是两三台 我们仔细来看他的这个B 我们先讲RCE35 已经是顺风额了 加上V更厉害了 好那这个V 他这个所谓的 鼻梁这个地方 他有特殊的雷达 他等于征收范围比过去所有的RCE35V 系列更加大 他可以到240公里 240公里他叫什么 他有一个绰号叫做 他的这个叫做联合卯钉 那联合卯钉是他的说法 但是你知道他有一个叫做 音讯的吸尘器 也就是在240公里之内的范围之内 所有的音讯全部都会被我吸进来 他到底要 你在这边你透过无线电 你讲了什么话我都会知道 那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在演练一个就是说 万一真的台海出现这个冲突的时候 我用重型的轰炸机抵到这个现场 为什么美国要做这样的演练 因为听 因为根据美国的想定 你如果真的派出大量的船队的时候 我只要用空中的武力把你炸掉 炸掉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都OK 那当时呢 要用所谓的重型的轰炸机来轰你 所以他现在为止来说 澳洲有所谓B2轰炸机在澳洲 另外一个包括在这个关岛有所谓B1B 现在美国还准备用一个从美国本土飞过来的 就是B21 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只要 真的万一战事开打 B21的原型机现在已经完成五架了 而他今年在夏天 就现在他准备要试飞了 如果试飞完成了以后 他是等于说B2的更升级版 他可以远程攻击 可以载弹量更大 也就是说美国的想定是这样 真的发生战斗的时候 他们三军起源来支援台湾海峡 尤其是轰炸 可能目标是轰炸中国的这个登陆船舰 你看B2从澳洲出发 然后关岛的话是B1B 美国本土来说是B21 所以三个的火力强大 这样开始炸成你 他们的想定是 我只要炸成30% 40%来说 你基本上就没有办法 登陆台湾的一个想定 好的 现在这次还要注意到是 菲律宾 菲律宾以为他是一个军事的弱国 在这次还太平洋军业的时候 刚刚我们看到画片 他刻意的 让菲律宾的安东尼卢纳号 诶 巡防舰 就开始展示他这个火力 我第一次看到 我没有想到 菲律宾的火力也这么强了 这次其实比较特别 就是说这个还太平洋军业里面 菲律宾的安东尼奥努纳号 他第一次做一个所谓实战的操验 这是菲律宾的产业 那事实上这个船舰 交给菲律宾没有多久的时间 那这次他是巡防舰 我们跟他讲 他其实这一艘舰是由 这个韩国帮他打造的一个船体 韩国打造的一个船体之外 他上面的这个发射的武器飞弹 他有所谓垂直的发射箱 垂直发射箱来说 他给垂直发射 这个垂直发射箱是美国提供给他的 另外他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他的直升机 直升机是英国的这个野猫直升机 所以也就简单的来说 他其实是一艘所谓的韩国为基底 然后当然他加上了美国的技术 还有英国的直升机飞弹 直升机在这个地方 还加入非常多所谓的反舰的飞弹等等之类的 变成一台这个目前菲律宾的主力舰 那这个主力舰呢因为没有实战经验 所以你看他当初出来之后 他现在他这一次在这个所谓的7月16号的时候 他跟这个加拿大海军的进行一连串的 你看这是他们实弹操演的这个状况 你想也知道 菲律宾怎么会有实弹操演的机会 他就趁这个时候开始做一次作战的想定 而且他是跟加拿大合作 加拿大我来投射把机 投射把机以后 由菲律宾执行他的这个方胜快爆 都打到了 所以他们进行一个所谓火力资源的这个演练 另外一个他进行什么 他们这飞机他们进行一个相关的演练 反潜 联合反潜的这个能力 所以他现在真的是他也希望把他武装起来 也就是过去你我们可能 印象中的菲律宾就是不堪一击 问题是现在的菲律宾 他已经开始有做 除了有这个卢纳号来的时候 做一个实战朝演之外 现在还准备在继续的升级 所以说原来美国已经默默的武装菲律宾了 对没错另外一个是什么 日本也决定说 日本说我们的海岸警卫队呢 要去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 我们去手把手的帮你把你的整个战力提升起来 同时之间你看这是日本的相关的防卫 这个防卫政务官 跟这个菲律宾的相关的国防部见面之后 我们未来在国防事业上面会更加合作紧密 所以再告诉你一个 美国目前为止他当然知道 你中国的野心绝对是南海跟台海的时候 台湾跟所谓菲律宾的安全绝对是至关重要 你之前就判断说 赖清德去了日本以后 中国一定会有动作 中国有动作 两边就会有交集 可是没有想到 美国是完真的 而且中美的交集比我们想象的 来得更激烈 第一个这样讲的 当然班牧德号来来回回 班牧德号不但来回 我就还跟你的三冬号对峙 不再跟三冬号对峙 P8A跟黄冬号也有对峙 但你说更精彩是 却是中国在汕头这个方 进行军事演习 是海军的军事演习 当然RCE35又来了 RCE35又来了以后 双方根本是头碰头的对峙了 对他重拾了两个演习 一个是海南岛 7月17号跟7月19号 第二是汕头 两边同时做两个演习 所以这时候来讲RCE35V冲绳 直接飞过来 直接飞过来 做高强度抵径侦察 看演习 就是收集所有的电子讯号 把你的声音讯号 全部全面收集讯号 他把两边到来绕去 绕了四五个小时 然后到第二天18号的时候 共军派解放军派出直升机 去做驱赶的动作 对 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就没有再提了 可能已经离开了 这个时候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演习的时间 都不是巧合 都是 因为他这个时间点 就是针对着你美军 你的台湾海峡 包括你台湾的 南部的海域的一些 骚扰的可能性的动作 不然他演习 汕头演习是做什么 海南岛演习干什么 就是针对西太平洋 跟南海的作战 作战的演习 所以他当然要派出这种 RCE35这种 做低空的抵径侦察 而且刚刚事总讲 RCE35也很厉害 他叫RCE35V RCE35V就代表 周围400多海里 所有的讯号 我都可以收集 那不太难看吗 我在做军演 我一定会有无线电通话 无线电通话 我一定有通勤指挥 你需要把我这些指挥系统 全部都收集进去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 新闻上讲法叫做 高强度抵径侦察 高强度抵径侦察 他才派直升机来驱赶 但我认为 这个演习本身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针对着 最近的台海的情势 的一个报复行动 这才是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 原因要扯的话 就扯到参清德 制造了一个 两岸关系的紧张 去日本的行动 制造两岸关系的紧张 然后才扯出来 这个整个演习的作为 包括班福特号 在这边做三次的 台湾海峡的巡役 强调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就是美中双方都在各自 秀他们的肌肉 然后展现出来 他们对这个地区的 一个基本的态度 那这个态度是 双方都表现出一个 震慑的人力 所以会不会 有没有一触即发的 战争的可能性 目前来讲的话 看起来很紧张 但是是不是有对话 我们不晓得 但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确实已经展现出来 双方的一个拳头的力量 拳头力量 所以刚刚讲 而且班福特号是有攻击性的 他就等于说 我就是来 我来我看 我政府完全没在怕的 他班福特号的意义不一样 他是 他现在已经保持 大概以美军了 现在不一定保持 每一个月 最少有一艘战舰 甚至有 有时候像上次有 加拿大的战舰也跟着来 他每艘有一个月的战争 就是在台湾海峡的巡航 台湾海峡巡航 他一定要强调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因为这个很麻烦 你知道吧 日本百分之七十的原油 透过台湾海峡 如果台湾海峡 一旦被共军 解放军封锁的话 日本经济 立刻当天就会 就产生问题了 一天就会产生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 他绝对不可能让步的地方 这个已经行之七十年的时间 现在解放军 要把游戏规则重新变更的话 美国日本韩国都不可能同意这个事情 但是解放军已经往这上面去 铁板上面去踩你的红线 故意来挑衅 好 可以 先拍RC-135B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 刚刚讲的我在演习 我RC-135 就算没有进到你的演习空域 在演习里面所有的内容 我都可以收集完成吗 对 这个其实也不稀奇 在冷战时代 美军在演习 那个苏联的电针船就停在旁边 它在公海上面 你拿它也不能怎样 飞机就这样飞来飞去 大家都在互相收集对方的电子讯号 甚至它的参数 所以这个在国际政治中间 或军事上面很正常 妙的其实是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班辅特赫 它的航机 也就是说 海峡中线这件事情 其实是美中建交以后 大家的一个默契 大家都不要过去 你中国也强大了 我刚才在美中建交之前 以前台湾的飞机是直接飞到 大陆领控边边上面 所以也没有海峡中线 后来大家都大陆抢起来 我们才有海峡中线 然后就说你也不要过来 大家都各自有一块 那你当你中国 不承认海峡中线的时候 班辅特号 你中国军舰会越过海峡中线 往台湾靠 对 来重新画这个地图 什么叫重新画地图 AIS它那个航机图 我就告诉你 我过来啦 你怎样 那班辅特号现在在走什么 它可以到金门附近海域 然后跟山东建面对面 对 那意思它也过了海峡中线 我也过了海峡中线 所以它用它的AIS 我也画给你看 这叫公海航星自由 好 我承认你24海里的这个领海 之外都叫做公海 听到没有 如果不承认海峡中线 后果自负 好 那么第二个事情 叫做黄刚号跟P8A的这件事情 那黄刚号为什么会跟P8 讲说你飞太近了 因为2001年的时候 你还记不记得 发生过一次撞击事件 美国的那个 好像EP3 EP3 对 那个 电针机就飞了离大陆这个领海 领空线 太近了 然后就有个那个 那个飞行员 尖帚 尖帚 尖帚飞行员不爽 就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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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搞了半天 后来双方谈判外交危机 然后才把它撤回来 那现在黄刚号 发讯号给P8A的意思是什么 别再靠近了 我不想惹事 不要闹了 够了 他其实是在发这个讯号 就是中国其实 美中双方都在秀肌肉 但是呢 中国的军方的人员 也没有那么想要跟美国真的干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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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